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节目 COP26忽悠阻止全球变暖 中共忽悠百姓要打台湾 彭于晏诸葛亮莫名同时躺枪 只因前常委张高丽性侵网球冠军彭帅 这是本周的几个新闻热点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本周在英国的苏格兰找开 120多名世界各国与重要组织的头头脑脑 乘坐碳排放量最高的喷气机 聚到一起商量如何减少碳排放量 以阻止全球变暖 挽救在科学界颇有争议的所谓气候危机 说有争议是因为有众多科学家 用数据证明气候没有变暖而是变冷了 于是全球的左派运动者就把它改为气候极端化 当又有科学研究证明 今天这种极端气候自古以来就存在 不值得大惊小怪 他们就干脆明知为气候变化 于是就搞出这么个政治正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每年一次用所谓环保少女格雷塔桑波格的话来形容 不过是花两周时间去庆贺一切如常和巴拉巴拉巴拉 当然这也包括他自己不知所云的巴拉巴拉巴拉 而今年显得更为多此一举的 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的中国 与第四碳排放国的俄罗斯最高领导人都没来 这让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的拜登觉得很挫败 所以公开批评普京和习近平缺习不给面子 但中共反而抱怨说大会没有视频参加的选项 让世界损失了一次聆听习一尊为世界指明方向的机会 当然习总也没闲着 不去指导世界气候大会 却忙着营造两岸紧张气候 在习总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精神指导下 两岸紧张气候不断升温 除了军机扰台 党媒叫骂 最近更玩起了他擅长的对大陆百姓的虚张声势 周一 中共商务部下发 关于做好京东 明春 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 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 用一句鼓励各家庭储存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 有意挑起民众被战被荒的猜测 同时给江苏 山东 安徽等华东地区的居民发放防空应激包 并教育大家如何防范空袭 再加上微信里有意流传的所谓杭州京线导弹运载车的图片 一事件引爆了大陆民间在当局意料之中的积雪高潮 和出乎当局意料之外的恐慌性抢购 于是我们看到非常典型的精分画面 一面积雪上头 高呼打台湾 一面疯狂抢购物资 防挨饿 难道大家不相信国台办副主任刘军川上周刚刚说过的 统一后要用台湾的钱来改善民生吗 就这样 本来是要虚张声势吓唬吓唬台湾人 可没想到台湾人没吓到 倒是把大陆百姓给吓到了 尽管中共官媒急忙出来解释说 该通知的本意主要是针对疫情防控 让民众不用过度猜测 魂球的胡叼盘也出来辟谣安慰大家 说何时拿下台湾主动权在大陆 但他没有看到局势已建在弦上 轻刻间就要激发的绝对紧迫 但似乎也没有什么用 倒是共情团中央给搭的下台阶让党很受用 说这次抢购 恰是中国人幸福的烦恼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民众连囤货的自由都没有 这轮对抢购潮的叼盘献媚 团中央完胜胡锡进 但话说回来 虽然中共上述几个小动作是为了安抚粉红战狼的狂热情绪 不让大陆民众对中共的无能太过失望而制造的假象 但也不亦低估中共犯台的企图和最后的疯狂 美国最新出台关于中共军力的报告称 中共或在2027年迫使台湾进行谈判 那是正常人对常理的判断 但我们之前说过 人算不如天算 恐怕中共自己都撑不到哪一天 大家先把手放下 我先来公布一些敏感词 大家再提问 省的出问题 外交部新闻发布会还设敏感词 真是史无前例 没错 是史无前例 因为我们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事 上头一时半会反应不过来 还不知如何应对 所以先封杀了再说 昨天你们就有人问我们另一位发言人 汪文斌这个问题 结果汪哥很尴尬 不知怎么回答 只好谎称说他没听说 并用不是外交部问题搪塞过去了 最后在外交部网站也把这个问题给删了 所以我这里先说不能提的敏感词 省得你问了也白问 好 听好了 以下这些词今天不能提 彭帅 彭帅 彭一燕 家帅 朴树 不好意思啊 这两人躺枪了 还有啊 彭副总 彭德怀 张高丽 高丽 就是朝鲜 但朝鲜是可以说的 只是不能说高丽 OK 还有 诸葛亮 诶 这诸葛亮招谁惹谁了呀 哦 原来诸葛亮三个字的拼音字头啊 与张高丽的三个字头的拼音相同 都是啊 ZGL 嘿 中国网民啊 真是聪明啊 这都能联系上 可是网民再聪明啊 也斗不过我党的网信办啊 别急 这里还有呢 康杰 国务院副总理 瓜 吃瓜 大瓜 巨星瓜 网球 以及韩剧 总理和我 好 下面开始提问 怎么 这就不能问了 嗨 我这里还有六百多个敏感词 还没读呢 好了 大家就不要问这件事了 宇宙很大呀 问题很多 就随便问点别的吧 OK 这位记者 欧洲议会历史首次派出官方代表团访问台湾 代表团 代表团昨天与蔡英文会面时说 台湾并不孤单 欧洲会与台湾站在同一阵线 并呼吁双方进行更多高级别的交流 以建立更牢固的欧盟台湾伙伴关系 对此您有何回应 我们对欧洲议会不顾我党的强烈反对 依然派出代表团历史性防卫台湾 表示强烈抗议和间接反对 这是粗暴干涉我国内政 是对一个中国政策的严重挑衅 也给其他像与台湾发展正常关系的国家 树立了典范 我是说开了极坏的先例 我党将对这次访台的欧洲议会 一共13人进行制裁 尤其是这次带队的来自法国的格鲁克斯曼 上次我党宣布对欧盟实名人员实施制裁时 就有他 他竟然不当回事 这次又触碰我党敏感不畏 我是说敏感神经 所以这回必须加大力度对他进行制裁 禁止他和他以下三代移民中国 最不能容忍的是 格鲁克斯曼竟然说去台湾是为了向台湾学习 他把台湾描述成抗击外部势力干涉 和捍卫民主的实验室和枢纽 居然把我党说成是外部势力了 这是颠倒黑白 理外不分 同时我党将对台湾行政院长苏征昌 立法院长游锡坤等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实施制裁 你好像漏掉了台湾外交部长吴钊鞋 嘿你耳朵还挺灵 听出来了 因为我看下面留言说 我可以去台湾外交部当发言人 所以这里给自己留了条后路 万一呢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个记者 美国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马克米利日前出席阿斯鹏安全论坛 在被问到中共是否准备对台湾采取行动时 他认为中共不会在未来一两年内攻打台湾 但他同时表示 如有需要 美国绝对有能力保卫台湾 对此 你有何评论 这个米利是个两面派 因为自从上次他私自给我军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打两次电话 透露说美国不会打我国 如果要开战 他也会先通报给我党之后 我党就把他当做自己人了 这也是近期我党频频加紧对台发动攻势的心理基础 要不是他的那些话给垫点 我党也不会这么着急武统台湾 可这米利显然不靠谱啊 现在反而说这种话 简直是 诶等等啊 他怎么知道我党不会在未来一两年内攻打台湾 难道有内奸告诉他 会不会是李作成 对呀 上次米利打电话告诉他美国不会开战 为了套近乎 他也告诉米利我们近期不会打台湾 真是敌中有我 我中有敌啊 看来李作成啊要悬了 为啥 用这里想想啊 我党的疑心病啊 可比谁都严重 就这疑心病历史上整死了多少自己人啊 哪天李作成真出事了 我就摆他算卦去 至于米利说美国绝对有能力保卫台湾 这不假 但有能力和用不用这能力啊 是两回事 从美国一直尽力模糊对台政策的角度来看啊 还真难说 走着瞧吧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我没有问题 只想出个谜语 请您和大家猜一猜 说有这么一帮人一个个贪财好色 不是玩女明星就是搞女主持人 不是养体育明星就是包养电视主播 可是他们聚在一起 就成了伟大光荣正确的领导集团 不但指挥14亿人的正确方向 还要建立国际新秩序 请问这帮孙子是谁 你这是明知过分吗 这还用猜吗 这说的是西朝鲜吗 好悬啊 亏我反应的快啊 差点上了你的圈套 好 最后一个问题 谁扔的网球 方言人先生 您说敏感词了 啊 房不胜房啊